Danger, Get Stranger, The Danger, The Beach and Everystown 來到最後一集,Plan J's喜歡介紹Vintage的東西的我 又怎可以不介紹這間美華市Midwest 美華市在1993年成立 計落比我更老 不過這麼多年他們都堅持課員 一定要在美國德州首購回來 而且還會清潔和維修 確保所有的古著都是原裝正貨 讓大家穿得開心又放心 如果情人節不知道買什麼好 來這裡就最適合了 因為無論是買給男朋友或女朋友 你都一定會找到禮物 這裏三副鞋什麼都齊 因為沒理由找不到一件漂亮的東西送給她 想想想,穿幾套情侶妝都還可以 其實我已經找了一個特別嘉賓來試情侶妝 有請李安納到的卡比奧 第一套選擇了來襯的就是她的背心外套 以及我的西裝外套 我自己覺得情侶妝不一定要穿同一件衣服 又或者由頭襯到腳趾尾 在材質上、風格上又或者細節上做了配搭 我覺得已經很足夠了 接下來第二套 選擇了配搭的元素就是牛仔拼布 他們這裏有很多不同的牛仔拼布 我們各自都選一些 然後其餘配素色和面質的東西 就可以很舒服襯著情侶妝 第三套就是我最喜歡的古著 這個街角色 他們這裏有很多棒球外套 但是穿情侶妝來說 我覺得色調就不需要撞到太遲 否則兩個人走出來就太搶眼 而且高調又不好看 所以我選了鮮色 她就選了暗色就可以了 如果嫌愛情侶妝不夠心思 和你的Baby在情人節 一起來到這個workshop 做情侶首飾就夠甜蜜了吧 財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JCCAC的這間White Moon Workshop 有很多情侶首飾 其中有包括整額 整戒指都有的 聽負責人說 更加有人來親自 還是結婚戒指 就可以確保一定有心思 有意義 更適合心思 剛剛這一天就有一群情侶 上來在情人節之前 做黃銅斷打手額 黃銅都有不同粗幼度的選擇 選好之後 首先要用膠水把它打平一平 嗯 然後就可以準備帶起圍裙 因為我們要拿沙紙來磨走 黃銅表面的那層coating 跟我們對沙紙平時的理解 一樣都是由粗磨到柔 換言之就是由60號 磨到120號的沙紙 第三個步驟非常之重要 就是叫做退火 這個過程是透過高溫 改變金屬的結構 讓它變得軟一點 等一會就可以 塗到不同的花紋上去 這裡除了有不同的字母符號 還有不同的花紋 讓你可以按自己的心意 壓上黃銅上面 不過這個步驟很重要 錯了就回不了頭 然後要做的就是不斷 打打打打打打 又再燒軟它 然後繼續打打打打打 又再燒軟它 打打打打打打 又再燒軟它 直至你的手額已經成功印上名 喜歡的字句 或者花紋之後 就可以去下一步了 我們要拿一個錯 把那邊磨完 這樣就不怕大手眼的時候 會弄傷手 另外呢 再拿回沙紙 磨走 退火回來的一些黑色 還可以令到一些花紋 和字更加突出 來到最後一個步驟 只要用鉗 把手眼固定去差不多的形狀 然後再根據自己手的粗油度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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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經完成了 情人節不單可以得到一份獨一無二的禮物 還可以爭取到時間 大家一起下手下腳做手工 是不是很甜蜜呢 情人節收到什麼禮物呢 其實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都是開心和甜蜜 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在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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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兒